语书 一切都是因为我曾经的仁慈 才造成无数人因我而死 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谭云双拳紧握泪流满面 看得木梦义终无失了薛子烟心痛不已 知道谭云过去的三女 清楚肯定是那座枕魔神塔 深深将谭云触动 冰雪聪明如他们 能猜出谭云口中的东方玉术 定和这镇魔神塔有关系 否则 谭云不会看着镇魔神塔就情绪失控 反观黄甫玉等三千多名弟子 则全都愣住了 接着 一股不祥的预感 由心底油然而生 心想谭云是不是被某种力量控制 所以才莫名其妙落泪嘶吼 谭师兄 您 您怎么了呀 谭师兄 您怎么了 谭师兄 您到底怎么了呀 您 您不要吓我们呀 助我小心 这陨神森林一定有古怪 在众人担忧谭云之时 黄甫玉闪身站到谭云跟前 他红着毛子 双手抓紧谭云的双肩用力摇晃 谭兄 你醒醒 你醒醒啊 你别吓我 谭云止住了眼泪 目光依依不舍从镇魔神塔上挪开 接着 他扬装一副迷茫的样子 看着身前的黄甫玉 我方才怎么了 谭兄 你刚刚突然丧失理智了 还口口声声叫着东方玉树呢 东方玉树 我不认识啊 谭云摇里摇头 玄疾木然回首扫视众人 诸位 云神森林有古怪 你们要集中精神 否则 恐怕会和我一样 众人应声之际 谭云看着默默以三女疑惑的眼神 若有所指 回头再和你们续说 三女文言 自然知道谭云的意思是 有时间会告诉自己 口中东方玉树是谁的 随后 谭云便驾驭灵州 朝镇魔神塔一边缓缓飞去 一边释放灵石 笼罩下方密林 数人 谭云瞳孔作 但见五十里下方茂密森林里 一片片古树宝碎之际 一束粗达十丈的金色光束 洞穿虚空 朝灵州轰了过来 所有人快逃 快 谭云立后间 左手抓住身前黄浮玉 右手抓住默蒙翼 施掌鸿蒙神部 瞬间攀升两千丈 南宫如雪等弟子 得到谭云命令后 亦是第一时间遇见腾空 伴随一阵惊天巨响 那十丈的金色光束 轰击在灵州之上 夏品亚尊气灵州 竟是化作漫天飙舍的碎片 俯视下方一幕 包括谭云在内的所有人 皆感觉后背一阵凉嗖嗖的 同时确定 那攻击绝非是练魂大圆满 所能发出来 谭云 本少主又和你见面了 一道残影自森林中迸舍而出 化身足塔飞溅的乳烟尘 出现在虚空之中 他一脸嘲讽 与谭云摇摇相对 神奇 一千九百多名永恒先宗弟子 沙翼凌然从森林中涌了出来 谭云弹出一根手指指着乳烟尘 缓缓左右一摆 哼 我不想和一个吃过屎的人说话 汝烟尘等时咬牙切齿 八个月前 谭云强迫他吃下灵兽粪便 使他心中永远的痛 汝烟尘压子于恋 正于开口之际 却被谭云冷嘲截断 方才是哪个孽楚偷袭老子 现在给老子滚出来受死 无知的蝼蚁 口气倒是不小 虚空震荡之际 一名金发少年凭空出现在乳烟尘身前 只见其足踏虚空而立 金发少年并未立刻动手 一双金光四射的毛子正蔑视眼前谭云 少年风轻云淡探出一根手指 指着谭云默暮意 薛紫燕重无师瑶和黄浮玉 你们五人立即束手交情 本尊可以让你们多活一会儿 其他的一群蝼蚁 立即自裁 别让本尊说第二遍 否则你们会死得很惨 谭云凝视着金发少年 看似不动声色 实际上心跳是一声中过一声 我看不出这家伙修为 他的金童并非人类眼睛 他定是境界比老元还高的五界要手 若是五界出生期生长期 老元并不均 可若是五界成年期 老元就有些危险了 在谭云暗存之际 身后一众弟子 被金发少年钉的信头发出 不过一想到谭云的灵源 他们又变得底气十足起来 然而这时候 谭云忽然回首望向众人 他不是人类 他是五界灵手 快逃 一句他是五界灵手 震得皇府圣宗弟子们脑海嗡嗡作响 都逃啊 直到谭云再度呐喊出声 众弟子这才纷纷遇见逃命 默默一几女刚逃出百丈 便神色惶恐回首 看着并未逃命的谭云 听我的话 逃 几女自知不是婆婆妈妈的时候 便不再多言 遇见接着逃命 看着众人逃顿的一幕 金发少年冷视谭云 既然不束手就擒 那就给本尊通通去死 金焰焚天 顿时 一道宽达百里的金色火焰 在金发少年前方凭空出现 宛若金色浪潮 瞬间将谭云吞没 接着又向谭云身后逃命的众人 急速澎湃而去 金色火焰所过之处 下方山岳般的古树 瞬间被焚为虚无 足以可见 这金焰焚天的威力之强 而且其速度之快 至少是逃命弟子 速度的十倍之多 很显然 皇甫听风等三千多名弟子 根本无法逃脱